今年的驻海航展将于11月6到11日举行,随着时间的临近,各种新型国产武器亮相的消息也是接连不断,尤其是航空工业官方披露20系列将集体亮相的消息后,直20、空20等上莫公开亮相的国产新机型格外令人期待。 不过,最近驻海航展公司的宣传册上则出现了一款从莫见过的神秘战机,零想到上街航展前间20现身宣传海报,难道这是一款即将亮相,今年驻海航展的国产新战机吗? 从驻海航展公司的宣传册上的这张图片来看,引人瞩目的地方有以下几点。 一是隐身外形设计,机头部分有些像歼10BC,有DSR进去到核压翼,机尾部分又有些像歼20,采用了V型尾翼,而歼10BC为单垂直尾翼,二是机腹的内埋式单舱已经打开,这可是隐身战机的标配啊。 三是双发设计,这又是跟歼10BC不同的地方。 总之,见到这款神秘战机,第一感觉就是歼10BC与歼20的结合体,是一款标准的隐身战机。 可奇怪的是,成都所已经研制出了歼10系列轻型战机和歼20重型战机,没有必要再重新研发一款类似于歼20的隐身战机啊。 即使建在板,也是在歼20的基础上研制的,难道这是一款全新设计的针对出口市场的隐身版战机? 此时,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一种想法,这会不会是网友绘制的CD图? 果不其然,网上搜索后还真发现了几年前的一张CD图,几乎一模一样,难道网友的CD图竟然变成了现实? 这个可能性也太小了,基本可以确定,这是航展公司在做宣传册,时从网上爆的一张CD图,这个确实有点不严肃了,又误到倾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